在主人陰島下 狗狗開心在草皮上奔跑 还有的毛小孩太过舒服 直接在地上不想起来 这是基隆市政府设置的首座宠物公园 就位在暖暖运动公园内 9号正式启用 基隆第一次有宠物公园 蛮开心的 你刚刚看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 有啊 你看他都翻肚 你看他都翻肚 在外面其实有时候人会伤动物 那动物也有时候不小心伤人 可是这里应该都是充满了爱 狗狗在草地上奔跑 本来就对他们的膝关节很 比较好啊 所以而且让他们多多跑步 也是对狗身体很好的一件事 可以让他们放电多多发泄 市主们迫不及待 带着毛小孩进入园区 仔细看首座的宠物公园 设有大狗区和小狗区 里面还有互动设备 让市主们相当开心 三 二 一 请起动 首座的宠物公园 启动仪式上 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委 及动保团体爱狗人士 共同开箱体验 西龙是第一座的宠物公园 那设置里也非常的完善 那我们未来希望有第二座 第三座都要开始来规划进行 那议员过去来给我们很好一些地点上的建议 所以我们也会评估这些地点 那另外除了室外的以外 某一些室内的空间我们也会考虑 所以室外室内兼具 从孩子到毛小孩 其实都是我们未来要推动市政的重点 总之对于毛小孩 我们会看待它像孩子一样 然后打造好的空间 市长这是基隆市这个宠物权益 动物权益的非常大的进步指标 那我们一个先进城市 现在毛小孩毛家庭毛市民都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第一座宠物公园 我想建置在暖暖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当然还有第一次嘛 所以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譬如说我们的家长需要有一个 这个阳光遮蔽的一个休息区 我想慢慢来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各区 包含这个八斗子 碧沙鱼港 还是我们中正公园 甚至这个外幕山 都有这个宠物公园的设置 那大狗区小狗区 我想我们可以继续来努力 基隆首座从公园完工启用 出席典礼的议员们 除了继续争取其他区设置宠物公园之外 也对于市政府提出了建议 上次上礼拜来开箱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发现说 其实邮具上面 其实略显大概比较单调 其实很多毛妈们也希望说 可以在邮局上面可以来做争设 这时候后面我们会来建议市政府的 刚才其实现场我们来到现场之后 有很多这个毛爸妈妈们 也是有在反映说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 算是相当空旷 然后可以让狗狗奔跑得很开心 但是它没有一个让市主 有一个可以遮养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之后会建议这个 我们坦发处跟我们体育场的同仁 看有没有机会来设置一个检疫的休息区 我想非常开心我们千呼万叛的这个动物草木公园 终于在基隆寺第一座的落成 那当然第一次来完成的这件事情 我想在我们看到的当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好比说在这个遮阴这两个部分 好我想这个我们市政府还要再加点油 再用点心 看旁边是要再种一些绿色的植物 大树 然后可以遮阴 或者是在做一些的 可以遮雨或者是遮太阳的地方 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努力的 当然我们 虫物公园尤其是这个狗狗的公园 它的规模跟空间其实相对来说 在大台北地区来说还是属于比较袖真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在我们暖暖之外 我们在基隆的其他的区域 包含我们的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第二期 也希望能够有我们更多的这样子的宠物公园 让我们其实宠物公园的功能其实相当的重要 他就是在有养狗狗的人都知道 狗狗其实是需要空间去奔跑去玩耍 那这也是他的先行 他先行就是需要这些空间 来去让他们跑跑跳跳 也要请市政府能够定期的除草跟消毒 以确保宠物的健康跟安全 然后第三也要请市主彼此约束自己的毛小孩 然后不要让他们发生危险 然后随手把他们的排泄物能够顺利带走 那第四个就是说建议市政府 能够在宠物公园附近 然后弄一些遮阴的地方 让我们市主能够带毛小孩来的时候 能够适度的休息 对很多市主来说 宠物就像家人 基隆市政府打造友善的宠物环境 让他们得到完整的照顾 记者黄秀明基隆报导 这边就很棒 这边就很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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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